930 新闻直播室 先来关注湾区方面的动态 新年前夕数百万加仑污水流入海湾 本台记者张苗湾区的综合报道 东湾市政工用事业区官员表示 在暴风雨期间 元旦前夕有几起的污水日出 引起了环保非牟利组织Baykeeper的关注 该组织一直在关注海湾的健康状况 据报道 至少有三起的日流事故 发生在奥克兰的一条 流入圣内安德罗溪的破裂下水道 阿拉米达一条流入 巴欣希尔码头附近的 奥克兰河口的破裂下水道 以及一条流入 Alice Street 奥克兰河流的破裂下水道 这些下水道 都是在2022年12月31日坏了 另外 东湾市政工用事业区表示 1056 East Shore Highway附近的检修孔 报告了更多的生活污水日出 东湾市政工用事业介绍说 当雨水进入到卫生下水道系统 并招过处理厂的储存和处理能力时 就会导致下水道日出 在1月6日的一份声明中 被Keeper執行董事薛家已说 现在可能有数百万加轮的 未经处理或部分处理的污水 直接进入到海湾 由于湾区的大部分排水系统 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年久失收 即将到来的风暴 可能会导致更多污水泄漏 污水含有细菌、病毒 及其他有害的病原体 可以使人类、鱼类及其他野生动物 生病甚至死亡 雨后至少72小时之内 人们应该远离海湾及当地的小溪 以确保水泄的安全 加州大部分地区本州 或会遭遇严重的洪灾 本台信 《天气预报》表示 随着更多暴雨的襲击 加州大部分地区 星期一可能会发生大规模严重的洪灾 根据英文媒体的报导 《天气预报》中心 星期日8日上午表示 降雨的持续时间长 强到大 而且12月底之前出现了连续的暴雨 这些或将会导致加州本州 会出现重大的洪災影响 根据《天气预测中心》的报导 预计本周初一场重大的大气河流 将会影响加州大部分地区 未来几天 西海岸将会迎来两场大暴雨 可能会发生很多山洪暴发 以及其他危险事件 风暴发生在一场强大的气旋之后 气旋导致洪水淹没了道路 树木被吹倒 电力供应中断 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 poweroutage.us的数据 星期日上午 仍有超过40万人遭遇停电 这场大气河流气障事件 可能会在星期二10日 被该州带来几英寸的降雨 之前 加州大部分地区 已经有超过1500万人 处于洪水的警戒状态 上周 旧金山市中心经历了 自1871年 有纪录以来最潮湿的10日 预报说 未来5日 还会出现3至5英寸的降雨 萨克兰蒙的气障服务办公室表示 星期二 可能是你需要密切关注天气的一日 因为河流溪流和道路的大范围洪水 和城市洪水 可能将会达到最高的水平 所有的径流和强降水 回集在一起 将会导致一片混乱 除了强降雨之外 风暴向内陆推进的时候 预计还会伴随着另外一轮的强风 或者会导致更多的树木和电线倒塌 出现更多的停电 雷洛气障服务办公室表示 山谷地区的震风或将会达到 每小时45到50英里 在二寿大风影响的地区 震风或将会超过每小时60英里 星期一 当强烈的亚热带急流在头顶上空移动的时候 萨拉风顶的震风 可能会达到每小时150英里以上 局部区域还会出现超过5英尺的积雪 泰浩湖上面的浪将会高达4英尺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美各地的信息 遭六岁学生枪击的佛吉尼亚教师 目前相势稳定 当局表示 遭六岁学生枪击的佛吉尼亚教师 是一名勤奋的教育工作者 他热爱自己的职业 对学生全心全意 美联社报导 纽约波特斯学校董事会前成员 约翰艾莱三世表示 做唱击的一年级教师 是25岁的艾比·茨维尔纳 当局说 茨维尔纳上星期五 在Richneck小学遭到唱击 学方表示 唱击案发生后不久 茨维尔纳受到了危及生命的伤 但他已经好转 并在当地医院抢救中 目前伤势稳定 警察局长史蒂夫德露表示 这名男孩在一年级教室用手枪打伤老师 后来被警方拘留 唱击事件并非偶然 是争吵的一部分 目前没有学生受伤 警方已正在调查为理由拒绝描述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争吵 也未透露教室里发生的任何其他细节 他们也拒绝透露 这一名男孩是如何接触到这把枪 又或者是谁拥有这把枪的 唱击暴力的研究人员 戴卫·李德曼说 这种事件非常罕见 法律系统并没有真正涉及 这种情况的处理问题 上星期六他表示 在他所研究的时间段里面 他只知道其他三起 由六岁学生造成的枪击案 其中包括 2000年在密歇根州一名学生 遭到枪击死亡 2011年德州和2021年密西西比州 造成的其他学生受伤的枪击案 纽约州新冠死亡人数飙升30% 创2022年初以来最高的纪录 一行数据表示 尽管新冠肺炎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 获取途径已经很广泛 但是纽约州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上个月飙升了30% 创低了自2022年初以来最高的纪录 根据英文媒体的报道 2022年12月纽约州总共有915例 与冠状病毒以及其变种有关的死亡病例 每日约为30例 而11月的死亡病例就是664例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 这个飙升的速度证明 新冠肺炎仍然是一种需要被重视的流行病 而不是一种可以抛之老后的麻烦事 然而在去年的春天 拜登的前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表示 美国已经脱离新冠大流行阶段 尽管新冠病毒仍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世卫组织和疾控中心都未将其从大流行病降级 CDS回篇的数据显示 自从2020年初以来 该病毒在纽约州奪走了7.7万多人的命 全美有接近11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相关的疾病 老年人 尤其患有其他基础疾病和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最有可能住院或死亡 数据显示 死于新冠肺炎的人中 87%的人是60岁以及以上的 大多数人患有心脏或者血液相关的疾病 数据显示 在18岁以上的居民当中 85%的人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但是有15%的人接种了最新的新冠疫苗加强者系列 其中包括奥密哈用二届加强疫苗 2023年1月 第一周的死亡率和2022年12月的死亡率持平 上星期三 1月4日和星期四 1月5日 总共报告了62例和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 纽约州州长 艾西·霍楚表示 我们还未走出困境 我敦促每个人保持警惕 继续使用所有可用的方式和工具 来保证自己、亲人和社区的安全和健康 无证移民激增、挨空 拜登首访魅脈边境 在上任两年后 总统拜登星期日首次到访魅脈边境 视察了德州埃尔柏索的一个繁忙入境口岸 共和党人正在将创纪录的移民非法越境情况 归咎于拜登 艾尔柏索的边防官员 向总统展示了官员如何搜查车辆 寻找毒品、金钱和其他违禁品 距离墨西哥国土只是几步之遥 拜登询问了边境官员 需要几长时间才可能在移民氧气耗尽之前 找到那些被关系偷渡车辆来的他们 同时还疏问了芬太尼的缩获情况 除了边境口岸 拜登还访问了该运的移民服务中心 并回见了支持移民抵达美国的 非营利组织和宗教团体 阿尔柏索目前是非法越境的最大走廊 很多来自尼加拉瓜的难民来到这里 为他们逃离他们的国家镇压、犯罪和贫困 根据拜登政府过去一周颁布的新规定 这些移民将会被迅速驱逐 拜登政府的新规招致了移民抢导者的强烈批评 而作为移民问题最严重紧张的一个迹象 德州州长、共和党人阿博特 在拜登抵达机场的时候 递给他一封信 信中里面在这里说 边境的混乱是总统 未能执行联邦法律的直接结果 阿博特还赞扬了特朗普的边境政策 说这些政策导致非法移民数量处于历史低位 阿博特本人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因为边境移民 他将边境移民送去民主党领导的城市 而受到民主党人的批评 拜登周日对边境的访问 和日前关于边境安全的声明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平息政治噪音 并且削弱众议院共和党人 即将进行的移民调查的影响 但是任何持久的移民问题解决方案 都需要分歧严重的国会采取行动 近年来 国会在移民问题上的多次彻底改革 尝试都已失败告终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930新闻直播室 今天是2023年1月9日星期一 我是谭文言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动态 巴西政府重新控制联邦政治核心区 随着巴西国会大厦最后一批强行抢入者被驱离 巴西总统卫队和陆军部队当地时间8日傍晚 完成了对国家权力机构所在地三权广场的清场行动 巴西总统卢拉 随后从圣保罗赶回首都巴西尼亚 巴西联邦政治核心区 重归政府控制 巴西媒体的报道 当日下午 数千名前总统 博索纳罗的支持者 行进至三权广场 和军警发生了冲突 并且强行闯入国会大厦 联邦最高法院和总统府里 对内部设施和设备实施打杂破坏 截至当晚已有三百多名闯入者和破坏者被逮捕 强厂事件发生后 劳拉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行动 他批评 博索纳罗曾在演讲中鼓励入侵国家权力机构 并且表示所有强厂者都会被发现并且受到惩罚 而且还将会惩处这个行动的发起人 随后巴西首都联邦区行政长官伊巴雷斯·罗沙宣布 解除联邦区公共安全事务负责人安德森·托雷斯的职务 托雷斯·本州刚刚上任 目前正在美国旅行 他曾经在博索纳罗政府担任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长 罗沙随后发布视频 向劳拉以及其他权力机构负责人道歉 为了恢复维护首都联邦特区的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 劳拉8日下午签署了行政法令 授权联邦政府干预该地区的安全管理事务 根据该行政法令 干预期预计将持续到1月31日 期间首都地区的公共安全管理事务 将会由司法部上务副部长李卡多·卡佩利负责 恢复出境游之后 首批中国游客底泰 泰国副总理等机场迎接 承搭厦门航空班机从中国厦门飞往泰国曼谷的269名中国游客 当地时间9日中午抵达曼谷素曼纳普国际机场 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亚努廷 交通部部长萨切祥 旅游和体育部部长皮帕等前往机场迎接 中心社报道 这是中国自1月8日开始有罪恢复公民出境旅游后抵达泰国的首批中国游客 泰国方面在机场拉起了欢迎横幅 当中国游客抵达时 阿努廷等人热情双迎并赠送纪念品 阿努廷在机场至欢迎池时表示 他和交通部部长 旅游和体育部部长一起前来 代表泰国政府热烈欢迎中国游客 泰国将对来自所有国家的入境者一视同仁 不会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入境者 采取特殊的防疫措施 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玉塔萨表示 泰国旅游业界非常高兴中国游客回归 并且已做好全命迎接大量中国游客重返泰国 包括基础设施及其他服务 中国与泰国关系紧密 2019年赴泰旅游的中国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 泰国国家旅游局预计 随着中国恢复公民出境旅游 每年一度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 可能达到30万人次 全年有望达到500万人次 随着俄单方面宣布36小时停火令的结束 俄乌双方8日起继续交战 俄军当时称俄军对乌克兰东部一个 临时安置乌军的建筑物进行了大规模火箭弹的集击 造成了超过600名的乌军丧命 综合路透社 新加坡联合组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下令1月6日12点到7日24点 即是东正教圣诞节的期间 在俄乌军队接触线实施36小时停火 但是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它不同意停火 并指责俄军并没有真正执行停火令 随着停火令正式到期乌克兰前线8日起炮声不绝 俄国防部当日说 俄军对乌克兰东部一个临时安置乌军的建筑物 进行了大规模的火箭弹集击 造成超过600名的乌军丧命 俄国防部表示 这次对克拉玛托尔斯克发动的集击 是为了报复乌军1月1日 对俄控乌冬城镇马克耶夫卡 一个临时驻扎地发动的致命集击 俄方称 那次的集击造成了89名俄军阵亡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和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謝以盖、謝弗·劉科夫说 这次事件正在调查 但是已经确认 主要原因是有士兵违反禁令使用手机 造成诸地的地点泄漏 据CNN此前的报道 关于这次的集击 穆克兰军方曾经声称 大概有400名俄罗斯士兵死亡 另外有300人受伤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动态 辉瑞新药 因报价较高未能纳入中国医保 香港新闻网1月8日电 2022年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工作 在8日正式结束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管理师负责人说 辉瑞的Pathlowit未能通过谈判 纳入医保的目录 据悉 因为生产企业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报价较高而未能成功 国家医保局负责人表示 虽然Pathlowit未能通过谈判 纳入医保的目录 但是根据近期国家医保局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实施月累月管之后 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 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通知要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 事行第十把中的所有治疗性药物 包括Pathlowit、阿兹夫定片、 莫洛拉维胶落、散寒化湿科粒等 医保都会临时性支付到2023年3月31日 在这个期间 感染新冠的参保患者使用这些药品 均日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政策 今年共有阿兹夫定片、奈马特伟片、 尼托纳伟片组合包装 清费排毒科粒三种新冠治疗药品 通过企业自主申报、形式审查、 专家评审等程序参与谈判 其中阿兹夫定片清费排毒科粒谈判成功 Pathlowit因为生产企业挥瑞投资有限公司 报价较高而未能成功 免核检通关首日近4万人次入境澳门 香港中通社澳门1月9日报道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9日发布消息说 澳门在8日录得了4万人次入境类客 近乎2022年最高单日人次的水准 亦是618疫情至今的最高单日入境旅客记录 加上连串新春节日盛事的活动 预计旅客数字将持续上入 8日为免核酸检测通关的首日 据介绍 当日房门房澳旅客录得3万9606人次 较2022年日均上升153.5% 当中内地旅客录得3万2860人次 较去年日均增加134.9% 香港旅客录得5,630人次 较去年日均飙升298.6% 春节期间 旅游局将呈现一连串精彩的河岁活动 包括年初一架金龙巡游喜迎新春 年初三及年初七分别在中区和北区 呈现的兔耀城市欢乐春节 2023农曆新年花车会演 年初三年初七以及元宵晚上也有烟花表演 另外其他政府部门、旅游业界 以及民间团体也举办不同的活动 慶祝农历新年 为居民和游客带来多元的节日体验 以上就是本期930新闻直播室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收听 我是谭敏宜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国家事 讲天下大事 9300新闻直播室 210年4月3日